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柜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Tarigo这个小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和他的几十户相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村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 他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斩压铁柜时发出的声音都好像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Tarigo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留火车在他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骑,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Tarigo这一站。 就因为Tarigo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 就是,就是钢筋铁柜的巨龙在他面前也不能昂首阔骨,也不能不停下来。 就那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Tarigo以往的宁静。 小学,过来压压看。 怎么看不见? 就是靠里边那个大圆呢,看还有手表呢,鼻子夹盖还小呢。 是皮苏包耶。 哟,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 你叫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大话了吧。 喂,小姑娘,别爬窗,危险。 哟,我们小,你就老了吗? 你们老大在车上头部晕吗? 你们城市人一天吃都老,都很饭。 真没智。 之后再告诉你们吧,反正你们能不能回去了。 拜拜。 不如我这里有些找货,不知道是否合您的心意。 小姑娘怎么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就出来做买卖了呢? 我有在读书的。 哦,是吗?在哪读书呢? 这里的公社中心。 我以后想到北京念大学,可是不知道北京大学收不收铠耳沟的人。 夫人,你看铅铅铅好漂亮哦,您卖吗? 娘,我们该走了。 傻丫头直不当了,都给我摸称,问慢了。 问什么不行呀? 香雪,你看我的铅铅盒,会自动管的呢? 里面还有风扇呢?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 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对于她的再三盘问。 明白了台沟是多么贫穷的小村。 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 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反论她。 她盯住同桌那支铅铅盒,猜测她来自遥远的大城市。 猜测她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 香雪可在这儿,和同做的铅铅和异笔, 自己的总是显得那样笨拙,那样成就。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皮盒,想到同学们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在隧道里闪烁。 香雪远处听见姑娘们欢乐的呐喊。 姑娘们快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 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及。 哦,香雪,香雪。 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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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彩霜。 哟,我哟了散,就老了吗? 我大烟脸了,她有体加。 哈哈。 就是靠里面那个,她里还有手表呢,彼此加盖还小呢。 哦,还有皮10棒呢。 太太。 彼此呢,我可以跌出气了吧? 对,她真的跌出气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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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ia oh shet hello Policia Policia